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千锋云计算讲师,行间 接下来我们进行 Sale流编辑器AWK的 第二部分的学习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关于AWK的正责字符串匹配 注意,在这儿呢 飘号表示 模式开始,而双数中呢 是我们的模式 AWK $1 飘号 匹配B 打印我们的$1和$4 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当中 我们的 AWK $f 是去指定我们的分割符 冒号为 分号 我们的分割符为 冒号,还是去匹配我们的$1 然后呢 匹配到以Alice 开头的,在我们的 以及这下的 password的文件当中 注意,我们再往下看 AWK root 输出包含 root的行 它类似于我们的 Sed 匹配 再往下看 我们的整行匹配 那 AWK 去匹配以 Jen号 以Alice 开头的 这是呢 $1匹配以Alice $0 $0的意思就是说 整行 或者说去匹配 所以在这呢 加了一个改叹号 改叹号 非Alice 或者是$0整行里面 不匹配以Alice 开头的内容 这是我们的三个案例 三个案例 一个是 我们的 这个案例 一个是输出包含 root的行 一个是匹配记录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忽略大消息 首先呢 我们用AWK 注意 北根是我们的开始 然后呢 去匹配它等于1的 然后 匹配到我们的B 注意 这个是忽略大消息 忽略大消息 再往下看 第六个 模式取反 模式取反呢 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的改叹号 在起作用 相反的意思 这段情况下呢 我们是匹配B 那在这呢 匹配的是 非B 非B 或者是DollarF 注意 DollarF在这 是匹配最后 一个字段 以模号为分割 匹配最后一个字段 如果说我们没有写 杠大F的话 那么 在这 我们的DollarI 我们的Dollar1 指的是 第一个字段 而默认的分割符是 空格或者是 推幅 那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个 用AWK去使用我们的脚本 AWK去使用脚本 其实说白了 就是我们把要进行的操作 放到我们的AWK的脚本当中 然后去使用我们的AWK 操作我们的文件 你比如说这个案例 我们的AWK的脚本名字 叫做CEL.TiAWK 刚才F去指定这里面的规则 对Log的TiT这个文件 生效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部分 AWK的Print和PrintF 说到AWK的Print和PrintF 其实就是我们的格式化打印 Print和PrintF都是打印输出 但是Print是正常打印 而我们的PrintF是格式化打印 注意 在这我们动号为分割符的时候 显示的是空格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在这老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们用AWK去打印一下我们的 Print$1 注意 以冒号为分割符 然后针对的是我们的password文件 注意 root下的password 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打印的是第一列 第一列 而如果说我在打印的时候 中间加了一个$2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正常情况下 会用动号分割 而动号在这分割后的作用 就相当于是空格 分割符分割字段 标记称为预标识 用$0,$1,$2去表示 最后当我们$n 其实最后一行呢 我们称之为是$nf $0代表的是所有预 也就是说代表的是我们一整行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这打印我们的$0 打印的是一整行 而$1呢分别是第一个字段 第二个字段 以此类推 输出的各iterm 可以为字符串 也可以是数值 当前记录的字段 变量 或者awk的表达式等等 如果说我们省略了 interm 其实就相当于是打印了我们的$0 对于我们的printf来讲 它就是格式化打印 我们以百分之二开始 后面给几个一个或几个规定字符 用来确定我们输出的内容格式 所以说我们的print和printf 对它的区别是 一个是正常的输出 另外一个是格式化的打印 在这呢有关于printf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百分号d 是实进制有符号的整数 百分号u呢 是实进制无符号的整数 百分号f代表的是我们的符点数 百分号s代表的是我们的字符串 百分号c代表的是单个字符串 百分号p指真的指 百分号e指数形式的符点数 百分号x指的是 5符号以16进制表示的整数 百分号o代表的是 5符号以8进制表示的整数 百分号g呢 自动选择合适的表示方法 百分号百分号显示百分号本身 当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代表的是精度 而我们的横杆减号 代表的是左对齐 默认情况下是右对齐 而加号呢 代表的是显示数值的整复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printf的实例 大家来看awk printhello world 那正常就是打印一个hello world 或者说我们用 我们的钢大f 注意 在这老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几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awk 直接就去printf 直接就去print打印我们的hello world 注意 我这样写的话 最后他什么都没有打印出来 没有打印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 注意啊 注意 我在这的时候 后面要跟上我们的一个文件 比如说password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对不对 没有这个hello awk 那也就是说 那正常情况下 我们可不可以去使用它去打印呢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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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没问题 打印我们的hello world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 直接就使用我们的print 什么都不加 后面跟上我们的etc下的password 注意 我什么都不加 默认情况下 打印的是 所有的内容 那如果说 我在这直接写一个aw hello world 所以 这个时候呢 他会打印所有的hello world 为什么呢 刚刚之所以没有出现 是因为我们没有 那个password的存在 而现在之所以有这个文 有了这个文件 而这个文件里也有内容 所以说我们再去打印的时候 有几行 他就打印几行 hello world 而我们再往下看 打印王 到了一 是指第一个字段 以冒号为分割 第一个字段 在这 你冒号为分割 打印到了零 打印的是整个一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print 到了一 然后呢 换行符 制表符 后面再给到了三 注意 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在这 用了制表符 到了一 斜杠T 到了三 注意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 制表符呢 我们要把它用银行 银起来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Dollar 一 和 Dollar 三 中间是有 制表符的 OK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Data 我们去执行一条命令 命令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交给我们的 AWK 去进行一个 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 执行这条命令 所显示的一个 结果 当然了 我们先写Data 来看一下 这是Data 所展示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 在Data的前 后面 加上 AWK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想要输出的内容 Prendum Mass 注意 这是我们固定书的内容 这是获取的内容 斜个I 换行符 斜个I换行符 然后呢 Dollar F 最后一列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 UderName 等于Dollar1 UID 等于Dollar3 这是 获取我们的 Password 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我们来写一下 AWK 同样啊 以我们的冒号为分割符 去打印Print 去打印我们的Dollar1 然后呢 再去打印一下我们的Dollar3 注意 这个时候呢 在这儿 我们可以写一些自己的内容 你比如说UserName AZ 然后呢 换行符 你可以不加也可以加啊 这里面写上UID AZ 后面可以上 Root下的 Password 来 稍等 我们要把这个换行符 放到这里面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 UderName是谁 UID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AWK的打印输出 当然了 这是关于Print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PrintF PrintF呢 就要用到我们刚刚所展示的 那些PrintF的参数 百分号 左对齐 百分号 左对齐 这下横杆代表的是 左对齐 我们来看一下 这条命令 最终所执行的一个结果 后面看一下我们的 Root下的 Password 这样我们在去格式输出的时候 是按照格式化进行输出的 包括下面的这些所有的都是这样的一个案例 好 这节课我们到这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印封锁